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3D列印的檔案下載篇 那相信這個網站對於有在使用3D列印的人可能不陌生 但是可能在初學的人可能會不知道說我們3D列印的物件呢 除了自己做建立以外呢還能在什麼地方取得 那最主要就是這個國外的網站 那這邊都可以去免費下載公開的檔案 它裡面是非常非常多東西的 幾乎你想得到的幾乎都有 你會發現說原來有那麼多的東西都可以來做3D列印的 那這邊呢最主要就是因為它是國外的網站 所以往往有的人他知道的 他還是會不太敢進來使用 或是他不知道怎麼使用而放棄的 那這邊呢就是來跟大家講解一下說 這個網站呢要怎麼去使用它 幾個簡單的功能你就可以去活用它的 那怎麼做呢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先來介紹說怎麼去搜尋以及下載檔案 那這兩個功能呢是不需要去申請會員的 當然它會員呢申請是免費的 那我這邊呢我還是會比較建議申請會員 因為它的功能呢比較多 那用起來呢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你如果還是不太會使用的 或是你不想申請會員也沒有關係 這兩個功能呢其實就蠻夠用的 好那我就先來講解一下 那這個網站的網址呢 我一樣會放在影片的底下 你可以去點選進來 那搜尋呢這邊呢有一個前提 因為這邊是國外的網站 所以你在打搜尋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去打英文的 那這邊呢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我就隨便搜尋一下 假設我搜尋寶可夢好了 那直接按搜尋之後呢 它就會搜尋出一些國外的網友們 他們有上傳到這裡 這個頁面上面呢 所擁有的一些檔案 那你就可以去尋找說 哪一些東西 哪一些物件呢 是你喜歡想要的 想要去列印的 你就可以把它點進去下載 那我先 我直接用這個皮卡丘當示範好了 那點進來之後呢 如果 網友們他分享的時候 有放照片 我們也可以從這裡看到預覽 或是剛剛搜尋頁的時候 會看到預覽說 它裡面的檔案大概是什麼樣的形式 以及說 這個檔案上傳之後呢 系統它也會預設說 它這個3D檔 你也可以從這邊去檢視它 那這裡呢 也有一些功能可以去看它 這邊有 它檔案有幾個 以及說 有人有製作 製作過有幾個 那製作的人呢 它有可能也會放上它的製作完的照片 你也可以去參考 那這邊呢 介紹一下怎麼去下載 這裡有一個 download 你就直接按這裡 它就能 直接做下載的動作 那下載完之後呢 它是一個解壓縮的檔案 那你把它解壓縮之後呢 STL檔就會在裡面了 那這裡呢 就非常輕鬆的可以去 把它搜尋以及下載 再來呢 要介紹的是 會員專用的一個功能 那這裡呢 首先你 需要去申請會員 那這邊呢 申請會員是免費的 那申請完之後呢 所介紹的這個功能 就是 加入代製作的清單 那這裡怎麼做呢 那 我們呢 首先要先找到 我們喜歡的頁面 你想要的頁面 那這裡呢 有一個加 你直接按進去 按完之後呢 它這裡有一個 預設的 資料夾 或是你自己去建立 都可以 然後直接按儲存 它就會加入你的 製作清單了 那你可以加入很多個 你可以 找到喜歡的 就可以把它加入進去 就有點像 購物車或是 我的最愛 或是書籤等等的 這種功能 加入進去呢 之後你要搜尋的話 都會比較方便一點 那我們要怎麼去觀看它呢 那首先呢 我們從 這個頁面的 右上角這裡 你如果預設沒有圖示的話 那可能是不會顯示的 那 點選第一個 那就可以進入這個主頁面 個人主頁面 那你選擇這一個 這邊數來第三個 這個 點進去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你的 加入清單 那你按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進入說 你這裡呢 總共加入了哪一些東西 那你可以呢 一開始搜尋完之後 往後 你想製作的時候 從這邊再來做搜尋 都是非常方便的 那各位呢 去嘗試看看喔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上傳的功能 那上傳的話 你有可能是自己設計的 或是你只是想 單純上傳照片 或是有參考原設計的檔案 可能有這樣的需求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到頁面的 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加 按進去之後呢 點選第一個 那它就會跳到這個畫面 那這裡呢 你就可以去上傳你的3D檔 或是照片檔 都可以 那這裡呢 一定要有3D檔 它才能夠發布 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底下呢 你可以輸入名稱 標籤 敘述 或是加入影片等等的 給各位做參考 那這邊呢 你如果按儲存的話 它是做預覽 沒有公開的 那你按發布之後呢 它就會被公開來 那再來呢 你可能 有原設計的檔案 那你做完之後 只是單純想發布圖片的話 那要怎麼做呢 一樣要回到原設計的 這個頁面來 那這裡呢 有一個 一支筆的圖示 你把它按進去之後呢 它會出現 類似這樣的一個頁面 那這裡呢 你上傳就可以 單純上傳照片 然後輸入一些文字等等的 然後按儲存呢 就會被公開來 那它看起來就會像 這個頁面這樣子 這邊呢 會有原設計的連結 那這裡就是你上傳的照片 那這邊呢 就可以去觀看 給各位去觀看 那底下你 可以打一些敘述啊 等等的 那接下來呢 你有可能是去參考 原設計的檔案 那這邊要怎麼做呢 一樣要回到 原設計的檔案這個頁面 那這裡呢 有兩個箭頭 這一個圖示呢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呢 它一樣會跳出這一個頁面 上傳頁面 那這邊的做法呢 跟剛剛的上傳是一樣的 差別在於說 一旦你發布之後呢 我讓大家看一下 發布完之後呢 在底下這裡呢 會有一個 參考來自於原設計的這個 連結 這樣子呢 會有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邊呢 原設計也會知道說 你有參考了它的檔案 好 那這邊呢 這幾個方式跟功能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 追蹤與社團功能 那首先呢 我先介紹追蹤 那我們要怎麼追蹤 我們喜歡的作者呢 那首先呢 我們先找到它的 作品的頁面 那這裡呢 就會顯示說 作者是哪一位 你把它點選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跑到 原設計的這個 主頁面來 那 你點這個呢 就是追蹤 追蹤完之後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就是 如果一旦 原設計呢 它有發布新的作品呢 系統會自動通知你 那我們要怎麼知道呢 我們從 右上角的淨單到這裡呢 都看得到的 好 那這邊呢 就是追蹤的功能 再來呢 我要介紹社團的功能 那我們要先回到 主頁這裡 那我們從 這個1的開頭 這個 英文這邊呢 點選進去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G開頭的 你把它按進去之後呢 就會跑到這個 社團頁面的搜尋頁 那你這裡呢 可以看到一些 比較熱門的 或是你 按這裡去搜尋呢 也沒有問題的 那當然不一定 每一種都有 我們 就讓各位去嘗試一下 那社團這個呢 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我讓大家看一下 像這個是一個寶可夢的社團 那這邊呢 你可以去 放上你的作品 或者是別人會放作品進來 那這裡呢 就是一個集合一些 比較 同類型的一個作品 那這邊你也可以去做搜尋 會比較便利一點 那這邊呢 就是它的用途 我們大家就可以去 嘗試一下囉 那這裡總結一下 這個使用的心得 那這邊呢 我還是蠻建議各位呢 去申請一個免費的會員 因為功能呢 會增加很多的 那像這裡呢 就是一個主頁 那一般呢 我們可以看到說 我們有幾個追蹤的人 你也可以去 發現說 你有追蹤的 哪幾位 以及說 你 所發布設計的 有多少個 東西 從這邊都可以去看到 那這裡呢 也可以看到說 你 發布製作的物件呢 有多少個 從這邊呢 都可以看得到的 或是你可以編輯說 你六個 你最喜歡的 物件 從這邊也看得到的 像這樣子 那 底部這裡呢 也可以看到說 你有哪一些的社團 這邊也會做顯示的 那這裡呢 功能是蠻齊全 蠻好用的 那這邊呢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為止了 那你如果還有相關的問題 想要詢問的話 歡迎到底下留言喔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 掰掰 好 來吧 可以 我是 的 你 這個 真ôm 喜好 我 拍照 我 你 有 各位 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